國民黨新竹市長參選人林根仁 今天正著雙十連假第一天 舉辦首場大型戶外造勢活動 現場氣氛非常的熱鬧 選民共襄盛舉 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以及台中市長盧秀燕都站臺祝賀 展現藍營中央地方跨區合作大團結的決心 立憑新竹市綠地變藍天 支持者高舉國企喊出當選口號 全是為了迎接國民黨新竹市長參選人林根仁道場 隨著投票日倒數不到五十天 林根仁首場戶外大型造勢活動登場 國民黨提名那天 我對自己對我自己就要求 對我自己就來鞭策 我一定要作為一個最照顧市民的市長 特地選在雙十連假第一天 以嘉年華行事舉辦 邀請選民共襄盛舉 現場除了有一連串民俗表演 還有戰鼓秀敲響勝利樂章 場面十分浩大 林根仁要帶著這股氣勢 一路站到投票那刻 我們共同來打拼 我們共同來努力 我們來共同打拼 我們身體的未來好不好 好 土生土葬在新竹耕耘長達二十五年 一步一腳印走來 靠的是長年累月的基層服務和口碑 這次面對三角都選戰選情緊繃 林根仁除了強大基層動員實力 包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到場助政 就連台中市長盧秀燕都特地跨去力挺 林根仁是國民黨提名的正式的候選人 也是我們藍軍唯一的代表 我自己轉剛來 因為他是一位優質又踏實 而且過去二三十年奉獻在新竹市的人 國民黨中央地方齊聚一堂展現大團結決心 林根仁把握最後衝刺 一平江新竹市綠地變藍天 這和倫看簡真書主委者新竹 蔡風不倒